韩总统夫妇貌与外访,第一夫人脚踩恨天高,上台阶时候差点摔倒,韩国总统尹熙月迎来首次外访,携手第一夫人金剑西出席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,5月份尹熙月赢得大选,但是风头却全被妻子抢走,金剑西也被誉为韩国最美第一夫人,韩总夫妇居然貌与外访,第一夫人脚踩恨天高登基,上台阶时候泰华差点摔倒,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公务, 所以难免会手忙脚乱,出现一些失误也情有可原,尹熙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写道,自己将出席北约峰会,通过这次机会加强与欧洲的联系,保护韩国的经济和商业,构建一个团结一新的国家,第一夫人金剑西身穿白色连衣裙亮相,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,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初恋脸,即使金剑西已经49岁,还能美得像芭比娃娃,不得不让我们感慨韩国整容业的发达,尹熙月属于保守派领导人, 这次参加北约峰会,目的是通谈判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,并且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希望给朝鲜经济援助,迫使他们放弃原有的发展道路, 总统夫妇现身机场的时候,天宫实在是不作美,现场居然下起了小雨,因此从韩国媒体发布的公务照也能看出,他们下车的时候都打着雨伞,只有登机的时候才拿掉,此次出行乘坐韩国版空军一号,但是在登机的过程中,韩国第一夫人却差点摔倒,为了搭配白色现代款职业套裙,金剑西脚踩恨天高出席公务,但是在公务现场显然还是有些紧张, 金剑西一容一态堪称满分,然而在登机的过程中,却差一点摔倒,由于登机台阶上的红毯太华,第一夫人亮呛了一下,只能扶着扶手,勉强走下去,这一幕被韩国媒体拍个正着,第二天就成了头版头条,标题则是第一夫人公务出现状况,差点摔倒等等,总统丈夫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,根本没有看到妻子的囧态,更没有伸出手来扶一下,显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失误,金剑西迅速调整好状态, 进入机舱前,还转身挥手示意,跟粉丝和民众告别,我国有句老话叫万事开头难,看来金剑西还是不熟悉流程,此外怡荣怡态方面也有待改进,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,除了韩国总统夫妇之外,日本,韩国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也受到了邀请,这是金剑西首次外访,希望能在一众第一夫人中脱颖而出,他的后续动态值得我们关注,根据美国政坛的传统,总统美国政坛 总配偶将担任重要的角色,也会成立第一夫人办公室,韩国却没有这样的机构,因此大众对金剑西的日常生活更加好奇,金剑西除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外,还是一位艺术策划公司的负责人,更是一名精明的女企业家,自从尹西越成功当选后,金剑西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甚至还被韩媒挖出了不少黑料, 首次亮相就是巅峰时刻,金剑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,一个眼神就能让尹西越停止喝酒,根据韩国媒体爆料,尹西越准备建立第一夫人办公室,看来要重用自己的妻子,俗话说人红是非多,韩国总统夫妇现在初出茅庐,肯定受不了质疑和批评,更何况韩国政坛比较特殊,几乎所有的前总统都无法善终, 期待尹西越夫妇可以打破这个魔咒,平时的金剑西保持了谦逊的作风,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喜欢别人称呼她为尹西越妻子,而不是韩国第一夫人,低调的做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,49岁的金剑西认为可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,帮助丈夫完成人民赋予她的任务,并且愿意帮助妇女和儿童那些光照不到的地方,可以提供一些温暖的救助,金剑西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 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代表,甚至还获得了博士文凭,自从当上韩国第一夫人后,麻烦市却接二连三找上门,此次登机差点摔倒,反倒成了小事,韩国媒体挖到的黑料,包含涉嫌收受举办艺术展的回扣,购买公寓没有纳税等等,为了维护尹西越的颜面,近日第一夫人公开道歉,表示都是自己的问题,对过去的举动感到悔恨。